同学们好,我们看第四节 特殊租赁业务的会计处理 在这一节里面介绍三个问题 一个是转租赁 第二,生产商或经销商出租人的融资租赁会计处理 第三是售后租回交易 我们先看第一个转租赁 转租赁这种方式是说 比如说我们是承租人 原来有出租人 我们租进来的资产又转租给别人了 那这种情况叫转租赁 那这种情况下 原租赁合同是我们作为承租人和原来出租人签订的 这叫原租赁合同 现在我们又转租给别人 又签了租赁合同 这叫转租赁合同 那当然都是单独协商的 一个原租赁合同 我们是跟原出租人协商的 转租赁合同 我们是跟成租人 新的成租人协商的 交易对象是不同的 所以现在对于我们这一方 实际上要处理的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原租赁合同 我们作为成租人如何处理 那另外一个 我们转租给别人了 形成了一个出租人 对他又如何进行处理 比如说A公司 原租赁合同的出租人 这是原合同 我们现在主体是站在假公司的角度上 假公司呢 现在又把这项租赁 转租给别人了 那假公司和A公司 这是原租赁合同 假公司和B公司 这是转租赁合同 原合同 当然假公司是原租赁合同的成租人 他得按照成租人的会计处理方式去处理 那转租赁合同 他又成了一个出租人 B公司是转租赁合同的成租人 所以对于假在进行处理时 转租赁这一块 他又成了一个出租人 那我们看 成租人在对转租赁进行分类时 因为他要把租赁转出去 他成了出租人 出租人对租赁是分为经营租赁融资租赁的 这个前面也跟大家谈到过 就是成租人那边 他就是按照控制权的方式 确认使用权资产 租赁负债 然后说 短期租赁低价值资产租赁的除外 基本上都是按照融资租赁的方式处理的 但出租人还不是啊 出租人 他还是看说主要风险报酬是否转移 又分成了有经营租赁融资租赁 那现在 原租赁合同的成租人 把这项资产转租给别人 那他可能就面临着有一个 到底是把他作为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的问题 转租的出租人 原租赁的成租人 那应基于原租赁中产生的使用权资产 而不是苏赁资产 来进行分类 你不要看人家原来的 比如原租赁 那个标的资产是什么 而是你只是看你使用权 自己本身这一块 来判断到底是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把租进来的房子 现在在我们这边属于使用权资产 租期十年 我们过了两年租出去了 说剩下的八年我都出租 那你怎么看 说房子使用权资产还有八年 我租期也是八年 那就是融资租赁了 你不要去看这个房子 说原来本身上个使用年限多长时间 租赁期多长时间 不是看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原租赁资产 它不归转租的出租人所有 因为转租出租人只是一种使用权 并分类时 它要考虑使用权本身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说原租赁资产 也未记录它的资产负债表 我们并没有把房子价值 记到我们这边 只是反映的是一个使用权资产吗 说到这个问题 再有原租赁为短期租赁 且转租出租人作为乘租人 以按照准则采用简化会计处理方法的 那应将转租赁分类为经营租赁 你不能再分类为融资租赁了 你采用简化处理的方法 就不要往融资租赁上去分 分类为经营租赁 好那我们看教材的例十六 假企业原租赁成租人 与疑企业原租赁出租人 因为我们这涉及到有原租赁 还有转租租赁合同 就八千平方米办公场所 签订了一项为期五年的租赁 就是说原租赁合同的 是五年的租赁 在第三年年初 假企业将八千平方米办公场所 转租给丙企业 那这是一个转租赁合同 期限为原租赁的剩余三年时间 那假设不考虑出持直接费 那现在站在假企业的角度上 就面临着一个什么问题 原来的租赁 它是作为成租人来进行处理的 是按照融资租赁的方式处理 确认使用权资产 还要确认租赁负债 那现在转出去了 那到底是把这件事情 这项租赁确定为融资租赁 基因租赁 就得按照出租人 融资租赁 基因租赁划分 说五个条件里面 只要满足其中任何一个条件 都是融资租赁 去来判断了 其实主要就看 风险报酬是否转移 所以租赁这块不就有争论 那出租人那边 他在判断时 主要风险报酬是否转移 不谈控制权的事 跟成户人那边就是不对称 那这就有争论的那些地方 我前面也谈过 那现在我们看 在第三年年初 转出去了 转给了丙 那剩下的时间都是丙 在用这项资产 所以相当于 对于贾他的租赁期 占使用权资产本身 那我们还剩下有三年的时间 那是百分之百 你从这一点就可以判断 它是属于融资租赁 这不说吗 转租赁的期限 涵盖了原租赁的所有盛民期限 那是百分之百 我们是达到百分之七十五 就可以吗 那百分之百 更没有任何问题了 这就说判断 实质上转移了 与这项使用权资产 有关的 几乎所有风险报酬 那就要把它分了为融资租赁 说的这个问题 那其实对于 贾企业 他两个身份 在进行处理的过程中 一个原租赁 他是属于成租人 那对于呢 转租赁合同 他又是出租人 所以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你想把这个使用权资产 已经转给别人了 那你肯定要终止确认他 不在这边了 我们原来租的房子 作为成无人租进来的 现在你转给别人了 你自己都不在用了 当然把使用权资产要终止 所以第一个 终止确认 与原租赁相关 且转让给丙企业 转租成租人的使用权资产 并确认 转租 令的投资金额 实际上就是相当于 要确认一种应收融资租赁款 那第二 将使用权资产与转租赁投资金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损 因为这两个数不一样 你转租的收的租金 租赁投资金额 最终是这个数 而你使用权资产账是另外一个数 不一致 那第三 在资产负债表中保留原租赁的租赁负债 因为 原租赁合同这一部分的租赁负债 你还是要付给原来的出租人 那一部分你照样要确认利息费用的 还要保留 所以这是在进行会计处理是要考虑的 我们再具体看一下 那在转租赁前 会计处理是借方使用全资产代方租赁负债 是这个东西 当然你要说明细的 租赁负债里面还涉及到租赁付款额 还有未确认融资费用 这个没关系 反正最终体现的是租赁负债 那我们在转租赁时 那借方应收融资租赁款 这是体现的是租赁的投资金额 当然明细的我这里就不再不再说了 你知道这个概念 我们要把原来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给充了 因为毕竟这种使用权已经不再 这个题目来讲 叫假企业这块 差额呢是资产处置税 这是转租赁 然后接下来 转租赁后 一方面作为转租的出租人 我们要确认这部分租赁的收入 所以借方应收融资租赁款 那贷方其他有收入的 那这边往往是其他有收入了 可能他并不是一个融资租赁公司 融资租赁公司往往是租赁收入 那对于原来的租赁 他还是要确认财务费用 所以借方借记财务费用 贷方贷租赁费债 当你实际支付时 你照样要借记资赁费债 贷赁银行存款 这边呢 转租的出租人 站在这个角度上 从承租人那边收到钱 借银行存款 代应收融资租赁赁赁 这是他的处理过程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 生产商或经销商出租人的融资租赁会计处理 这个说的是生产商或经销商 那有些情况是生产商 把自己的产品生产出来了 那你正常的产品是对外出售的 但是有可能呢 就是产品的售价比较高 那这种情况 有时客户一次性的拿出那么多钱来 购买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有的生产商 当然也是为了促销的一种手段了 说我有的可以直接卖 有的就采取这种租赁的方式 就是类似于融资租赁的方式进行处理 相当于让购买产品的人分期付款方式支付 也是签订有租赁的合同这样来进行处理了 那说这种情况怎么做 那现在还是说把自己的生产产品 包括经销商也是如此 你是卖掉了 它的控制权 那你要转移了 所以有一个收入确认的一些问题 我们看 生产商或经销商 通常为客户提供购买 或租赁其产品或商品的选择 你可以买 你可以采取租赁的方式 付这个款项 如果生产商或经销商 出租期产品或商品构成融资租赁 则该交易产生的损益 应相当于按照考虑适用的交易量 或商业折合后的正常售价 直接出售标的资产所产生的损益 那构成融资租赁的 生产商或经销商出租人 在租赁期开始应当按照 这个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说按照租赁资产公允价值 与租赁收款额按市场利率折现的限制 两者赎低确认收入 那如果说直接卖给客户的 那确认收入没什么好说的 按照资产公允价值确认了 你该卖多少钱卖多少钱 但现在的问题是 是以融资租赁的方式给客户的 客户呢是以后再付款 那现在说以后付款 那现在值多少钱 就应该按照目前的市场利率折现 算一个限制 那哪个低 一个是租赁资产公允价值 就是我现在要是在市场上卖 值多少钱 比如说现在要卖的话 二百万 如果说采用融资租赁的方式 十年每年付款付多少 最终折现按照市场利率 假定我们算出来的限制是 一百八十万 你那个二百万 这一百八十万 那我主营业务收入就确实一百八十万 这也是出于能谨慎 当然这一块呢 我们注意到的是用租赁收款额 并没有再涉及到那个 未担保余值 未担保余值并不是说 你是从客户那边能够进行收款的 没有那个东西 这一块呢 当然我们折现时应该按照市场利率来折 就是说按照市场利率折 目前值多少 那供应价值多少 那这两个数字可能不一致呗 供应价值我现在卖出去是多少 两者输递来进行确认收入 所以并按照租赁资产账面价值 扣除未担保余值的限制后的余额 来节转销售成本 就是你往确认收入了 往主营业务成本里面所寄的 并不是生产商生产产品的全部 还要扣除一块 扣的是未担保余值的限制 未担保余值我们前面已经都谈到过了 说出租人没有办法保证实现 也就是说没人去担保 那有人担保出现问题了 随担保随要付钱 那能够得到这部分钱 但现在不是 未担保余值没人担保 但是还是属于自己的资产 所以这部资产以后还要有 那类似于一种退货一样 我们在收入那一章 大家学习的时候 你可能会看到 比如说要有预计退货的 我们真正主营业务成本反营的 还要把应收退货成本给扣了 这学到收入那一章 大家会看到这一点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未担保余值折现限制 把他给扣了 反映到销售成本 主营业务成本里面去 确认收入 和节专引入商品成本的差 当然作为销售损益 你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的差 那当然影响损益了 说由于取得融资资论所发生的成本 主要与生产商或经销商 赚取的销售利得相关 生产商或经销商出租人 应当在足营业务开始 将其记录当机损益 所以我们前面谈到的 有出持直接费用的事情 比如你正常的要是一些足利 别管成族人出租人 出租人也会有出持直接费用的事情 那你作为成族人 也会发生一些出持直接费用的事情 那这个出持直接费用 我们并不是按照原来租赁的方式去处理 所以这成本主要 你与生产商经销商 赚取的销售利得 这不是相关 那就把这部分直接记住到当机损益 比如反映到销售费用里面去 也就是说与其他融资租赁出租人不同 这一部分并不属于它的出持直接费用 不记入租赁投资进购 那出持直接费用 我们前面的概念说 你取得是发生 不取得不发生 所以这一部分的出持直接费用 我们就是把它直接击当机损益 好 我们看一下 要是进行会计处理怎么做 那这样 先说确认收入这个问题 是租赁资产公运价值 那考试是如果有的话 会告诉我们的数字 就是现在要是在市场上卖了 能得到多少钱 就要租赁资产公运价值 与租赁收款额按市场利率折现的限制 两者输低 确认收入 这我们收入就有了 然后 这方有应收融资租赁款 你这不要再反映什么应收账款 毕竟现在形成的是一项融资租赁 那借方 应收融资租赁款 租赁收款额 这个租赁收款额反映全部呗 那比如说 我们每年年底收款 每年年底收一百万 连续收十年一千万 这是个总数 主营业务收入有了 那差额就是应收融资租赁款 未实现融资收益 那最后体现的是一个租赁投资进购 然后当然 这种情况我们就要 以后对未实现融资收益要摊销 摊销用什么利率 你得重新算 内涵报酬率 也就是说 把未来应收款 你按照一个什么样的利率折现 算出的限值和现在主营业务收入金额相当 它肯定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只有按照这个利率摊销 最后未实现融资收益才能摊满 那我们再看 库存商品额有一部分 要转到应收融资租赁款 反映到那里面去 体现的是未担保余值的限值 如果不进行明细核算 那你借方就是应收融资租赁款就行了 如果要进行明细核算 说应收融资租赁款 未担保余值反映是总数 但是限值呢 另外一个是在应收融资租赁款 未实现融资收益里反映 也就是说 应收融资租赁款 未担保余值 扣掉 应收融资租赁款 未实现融资收益 那体现的是一个未担保余值的限值 最后的是按照 账面价值扣除未担保余值的限值 截转的以收商品成本 这是它的处理 对于融资租赁所发生的成本 我们是把它寄入到销售费用 因此是借记销售费用 贷方贷银行分款 那不是属于处置直接费用 不能按照处置直接费用的方式进行处理 这也是要注意的问题 那看一下教材的例十七 贾公司是一家设备生产商 与乙公司生产型企业 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 向乙公司出租所生产的设备 这设备是他自己生产的 他是生产商 现在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出租了 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第一个租赁资产设备A 这是他的租赁资产 第二租赁期 19年1月1号至21年12月31日 一共是三年 第三是租金支付 自19年起 每年年末支付年租金是100万 第四 租赁合同规定的利率 50%年利率 与市场利率相同 第五 该设备于19年1月1日的公允价值 为270万元 账面价值是200万元 第六 甲公司取得该租赁发生的相关的成本 是5000块钱 那取得租赁发生相关成本 前面也谈到了要寄销售费 第七 该设备于19年1月1日 交付乙公司 预计使用寿命为8年 没有残值 租赁期届满时 乙公司可以100块钱购买该设备 预计租赁到期日 该设备的供允价值 不低于150万元 那就说 是不是有优惠购买的一些问题 乙公司对此金额提供担保 租赁期内该设备的保险 维修等费用均有以公司自清承担 假设不考虑其他因素和各项税费的影响 那我们看说第一步 判断租赁类型 因为生产商出租人 出租人我们现在是分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 判断的时候就是五个条件 满租期中任何一个就可以是属于融资租赁 说本例中 租赁期以公司可以远低于 租赁到期日租赁赁供允价值的 租赁期满的时候 就是租赁期满是优惠购买的事情 那租赁期满时 优惠购买 因为价格差距很大 优惠购买价100块钱 而这项资产的供允价值 是150万 以公司又对这个金额提供担保 那他一定会优惠购买 因此这项租赁呢 就会认定为是属于融资租赁 第二步 计算租赁期开始日租赁收款额 按市场利率折现的限制 然后确定收入金额 因为我们前面也谈到了 对于生产商或经销商 如果说把一项资产 以融资租赁的方式租出去了 他要确认收入 收入就是租赁赁供允价值 再有一个是他的租赁收款额的限制 要选交集者 所以要算算租赁收款额的限制 我们先看租赁收款额的数字 每年的年底收的是100万 一共是三年 当然我们知道租赁收款额是一个总的金额总数 还有一个优惠购买价 我们也说了 成组人他一定会购买 那他购买 当然我们这边租赁收款额会寒长 这样的租赁收款额是300万0100 接下来是租赁收款额的限制 这个限制是按市场利率来折现 当然提例也不会真的就出现说 租赁内含利率这样的字样 我们不是这种方式 说你真正要是确认收入 说在市场上目前什么样子 然后你现在供应价值什么样子来进行比的 所以这属于按市场利率折现的限制 题目给定的市场利率是5% 并且我们的收款额也都是发生在每期期末 发生在每期期末的时候 直接可以用普通年金限制系数 乘以这个年金来算它的限制吗 100万乘以利率是5% 7%的年级限制系数 我们还有三年结束时的优惠购买价 这个100块钱 那我们当然知道 用它要乘以利率5% 7%的负利限制系数 它就是一个点 7满10的 算出来的这个限制数呢 是2723286 那下面真正确认收入的时候 要用资产的公允价值 和苏联收款按市场利率折现限制 较低者来进行确认 那我们题目 说设备于19年1月1日的公允价值是270万 就是你这一天要卖 270 那你说为什么不卖呢 那如果未来的低呢 那这个就要看情况了 你卖是270公允 有人买了 你生产的多 还有都卖不出去 可能采取这种方式呗 那这样的确认收入的金额数 就是270万 叫输低 其实体现的也是一种谨慎 第三步 计算租赁资产账面价值 扣除未担保余值后 限制后的余额 确定销售成本 那就是说 结赚已出售商品成本 这个概念我们要清楚 它并不是说 把我们生产产品的成本 全部都转到主用业务成本 因为这是属于融资租赁 会设计要有未担保余值 未担保余值 还是你自己的一项资产 这个前面有跟大家谈过这件事情 所以你这一部分不能去往费用里寄 你从库存商品里面要把它寄到 应收融资租赁款里去 所以要把它扣了 但是这个题目并没有设计 所以销售成本 就是生产产品的账面价值 题目当时给定的数字就是200万 那第四步 会计翻录 19年1月1号 租赁期开始 应收融资租赁款 租赁收款额是反映全部的 我们前面有过计算 每年年底要收到的租金 100万 加起来300万 再加上优惠购买 加100 300万零100 主营业务收入 现在确定的是270万 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差额就是应收融资租赁款 未实现融资收益 那这个一定是个差额 你得平衡 我们再去截转 以后商品成本 那这个商品的成本数是200万 所以借方主营业务成本 代库存商品200万 能这样来进行截转 那发生的这个融资 发生的成本 就是我们题目里面告诉的 假公司取得该主营 发生的相关成本5000 这5000是作为销售费用 不要技术数字 确认计额 借销售费用5000 代方代银行 存款5000 好 接下来 这里的未实现融资收益 是未来要确认的利息收入 那要进行贪销 贪销当然我们是要用 期出的本金 或者主营投资金额 乘以 一个利率去谈 这个利率当然不是 租赁那行利率 结果你开始没有 我们要重新算这个利率 怎么个算法 就是 应收融资租赁款 这里面 三百万零一百 用一个什么样的利率折现 算出的限制数等于270万 那你算出这个利率 当然也可以把它叫做 苏联内含利率 不是那个市场利率 这就是说 未来要得到的钱 按一个什么样利率 来计算 跟现在的 对价相当吗 但我们这里是 对应的 是270万的主营 就要收 说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再要重新的来计算 这个苏联内含利率 一百万乘以利率是多少 七数三七的年级限制系数 再加上一百万乘以利率是多少 七数三七的复利限制系数 等于270万 那么当然考试不会让我们算吧 最后会给我们 比如说这个利率是5.46% 那后面 未实现融资收益这份的摊销 按照5.46%的利率去摊销 那题目 在19年的1月1号 应收租赁款的进额270万 那在19年 要确认的收入 确认的融资收入 270万 乘以百分之5.4606 就是我们前面算着各位 那就应该是147436 然后呢 19年底收款收了一百万 这是应收的本金和利息 其中利息部分 147436 本金部分应收 租赁款的减少 那就应该两者之间的差 一百万减去147436 等于 852564 那现在的应收 融资租赁款的进额 270万减去 852564 那就是 1847436 应收 租赁款进额 那是相当于一个本金这一块 同样下一期 用这个数字 1847436 长以 5.4606 那是 100881 我们收到的是 100万 那你要减去利息 就是应收本金和利息减少 100万 其中应收利息减少 10万 0881 那应收本金减少数 899119 1847436 去掉 899119 那就是 948317 然后在 21年底的时候 我们最后应收 租赁金额 其中还有一个 优惠购买的问题 那100 所以你先保留这100 所以就是 51783 你用这个100万 我们减去哪个 948217 就这个数 948217不就他吗 948317 减100样 你就把这个数 就确定了 然后最后呢 当然有100在进行一些支付 那是优惠购买价 那其实 在以前 我们每一期计算 是也都怎么样 你比如说 我们在20年 算这个数字 948317 那属于期末 应该是用期出 1847436 计题利息是增加 加上100881 减去收款100万 那都可以这样进行计算 19年12月31号的快据盘录 为实现融资收益 贪销售 147436 借方应收融资租赁款 为实现融资收益 那代方代租赁收入 147436 那这一年收款收了100万 我们借银行存款 代应收融资租赁款 租赁收款额100万 后面的都是一样的方式 这是这么一个过程 说为吸引客户 生产商或经销商出租人 有时以较低利率报价 那你较低利率 要是报价的话 我们算出的限制数高啊 折限率越低 算出限制越高吗 那使用该利率会导致出租人 在租赁期开始 确认的收入偏高 在这种情况下 生产商或经销商出租人 应当将销售利率 限制为采用市场利率 所能取得的销售利率 所以我们是按市场利率者 你不要说以那个较低利率去算 这是为什么要用市场利率 你要不然的话 可能收入数就偏高了 因为我们不是说吗 前面谈到 未来收款额按照市场 租赁收款额按市场利率 折限 出的这个问题 那这节课 给大家介绍的 一个是转租赁 我们主要就是关注 那转租赁这种情况 对于原租赁合同 是属于成租人 对于转租赁合同 属于出租人 怎么来进行核算 这个过程要知道 然后就生产商 经销商 把自己的产品 是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卖的 收入在确认时 那应该要清楚怎么去做 是这个时刻的供允价值 然后要和租赁收款额按市场利率 折限的限制 较低者来进行确认 那截转成本的时候呢 也不是说 把我们库存商品的账面价值 全转回去 如果有未担某余值的话 把未担某余值限制扣了 这样来进行截转 好这几回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